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What's in my bag? 而且是长途飞行的包包中有什么 因为我明天就要回国啦 超级开心 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家了 就有种跟我妈好像都已经不熟了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是我来加拿大五年里面第一次冬天回国 所以真的超激动 现在呢就已经把我随身要带的带上飞机的包包准备好了 就收拾好了 所以顺便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回我带上飞机的还是这一只沟样 为什么说还是它呢 因为它真的是我日常生活中使用命率最高的一只包 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认识它吧 这是一只沟样的Saint Louis小号 我平时上班呢 还有之前上学都有用它 买了它两年吧 真的是感觉80%的日子都有在用 好,那下面我拿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第一个是我的眼镜 因为我高度近视 就是摘了一只眼睛就是一个下午 所以我如果出去旅行一定会戴皇家眼镜 飞机上很干嘛 所以我一般上了飞机就会把眼睛 也把我的美瞳摘掉 就会换上皇家眼镜 好 第二个就是一个化妆包 这个化妆包呢 应该是之前买什么产品送的吧 一个我觉得容量不大 不过正好可以戴在随身的包包里 然后这个化妆包里 第一样东西是一个眼罩 这是一个真丝的眼罩 之前是我朋友送过的 因为他知道我平时睡得不好 比较怕光怕声音 然后他就买了这个牌子 这个叫什么 叫Manito 应该是一个专门做真丝床上用品的一个牌子吧 然后他真的很舒服 跟我说的朋友都知道 我平时就有中假睫毛的习惯嘛 所以其实那是不建议戴眼罩睡觉的 因为怕会压坏那些睫毛 不过这个眼罩真的就是非常的滑 然后我觉得对假睫毛都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其实有戴眼罩睡觉习惯的朋友 我非常建议这个 然后第二样东西 防晒 这个防晒 这个防晒可以说是我的年度最爱的 真的已经用完了三四支了吧 就从那些医美的美容院里面买的 就是LXMD 我想应该很多博主推荐过 就是一支物理防晒 价格很便宜 大概40多块一支吧 SVF40 FPS也是40 然后我这一支呢 是含玻尿酸的 就是适合干皮的人 然后我给我男朋友也买了一支是那种长款的 那种呢是油皮专用 就是油皮痘痘机用 因为它完全无油 就比较没有负担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它那一支呢 就立马长很多笔口 包括身上也是 我觉得我就很不适合那一款 所以我一直常年回购的呢 就是这一个 嗯 大家知道飞机上 其实紫外线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建议上飞机前 就一定要做涂几层防晒 然后在机舱里面呢 也要经常记得补 好下一个隐形眼镜 不用讲了 我都收了我是一个虾子 六百度的虾子 然后戴眼睛的话 就会非常的没有深 因为今天已经很厚了嘛 所以呢我觉得 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尊重 就是我可以素颜出门 我甚至可以不画眉毛 但是我一定会干的事情 就是戴眼睛眼睛 因为如果我连美瞳都不戴了的话 我觉得真的自己好邋遢 就都不敢抬头见人的那种 最后的美瞳呢 现在已经停产了 是叫C 然后大家第一看呢 里面有一点小花纹 不过就非常的自然 就是我现在眼睛戴的这一款 我这个囤了一年的量 真的就是一大香 嗯 我觉得它很舒服 戴八个小时 我一天一般 其实通常都会戴上八到十个小时 就完全没感觉 很舒服的一款 可是它现在停产了 我上两个月 就是又下了一个订单 就囤2019年的美头 就被告知这一款已经停产了 我买不到了 很伤心 因为这款美瞳呢 真的是我戴过最舒服 而且价格很便宜的一款 我记得我之前买的时候 一百八十块人民币 一个月的量吧 就真的慢划算了 不是一个月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三十便宜 就是半个月的量 比起其他美瞳 现在动不动 就是两三百块钱 这一款真的性价比很高 好 好 那美瞳之后 就是这个要戴美瞳的小盒子 会喜欢用这种小夹子 摘美瞳 这样子呢 会更卫生一点 下一样东西呢 是娇蓝的熬夜霜 这一支熬夜霜是我新入的 那朋友圈里看到Sales发说 熬夜霜普货了 然后我就立马下了单 之前 斯芙兰那些真的就是 分分钟秒秒钟就sold out 就根本没有想说 打折的时候能买到的 我也是第一次用它 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不过我想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很黄皮的那种皮肤 所以呢 就想在上飞机的时候试一下 因为飞机里肯定休息不好嘛 下飞机的时候肯定就是 唉 不想说了 好 接下来 一支Hourglass的眉笔 这支呢也是我的年度最爱 眉笔我之前一直都在用 Anastasia家的那支细的眉笔 然后搭配眉粉使用 不过后来自从我发现了Hourglass这个眉笔以后 我觉得我基本可以告别眉粉了 一支笔就可以画完眉毛 而且就是自然的感觉 它的头是这样的 就这种砍到式的这种眉笔 价格呢 其实是比普通眉笔贵一点的 它这支眉笔好像是40多块钱一支吧 不过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下一次撕富兰打折的时候 我会吞很多支 我这支色号是Worn Brownie 我觉得就挺适合我这种棕色颜色的头发的 应该很日常吧这个颜色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用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Tatcha的吸油纸 这个吸油纸呢也是我在私服来买的 我想肌仓里应该会比较干燥 然后皮肤又会出很多油嘛 所以我就想带着就备用 不过我已经备用了 让它备用了很多年了 大概有两三年了吧 但是至今就没有用完 不过它很轻没有什么重量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化妆包里啰 这个化妆包基本已经空了 下面就是最后一个我的 一个Estee Lauder 亚世兰黛的精华小样 这是这个小松瓶 这个也是买东西送的 然后我一直没有用过 上飞机嘛 带这些小样会比较方便 我就想说带在身边好了 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使用感 如果觉得好用的话 我想我应该会回购症妆 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最后的东西就是 棉签 因为我这个人涂口红那些 真的涂得很丑 所以呢 就是会用棉签擦一下之类的 反正就是留着备用 好了 化妆包里面除了棉签 就没有别的了 来呢看一下我包里还有什么 两个钱包 而且都是小钱包 我是一个小包控嘛 我觉得出门 就是回到了国内 在家里的时候出门 我应该不会经常 被这个大包走吧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两个小钱包 可以塞进所有 就真的是我所有的小包里面 一个是这一个爱马仕的小卡架 真的跟大家 太恐怖了 我们家的扫地机器人突然想了 肯定是我男朋友在外面的时候就 就突然想起来说 哎要扫一下家里 然后他就按了一下手机 已经是第二次吓到我了 然后接着说 这个卡架 是爱马仕家 最近点的一个小卡包 真的很实用 因为它可以放很多东西 而且现金其实你放在里面 也是可以的 塞个一千块人民币 我觉得真的不成问题 而且呢 它 这个卡包里我放的 就都是一些加拿大要用的卡 我很怕把东西放在家里 家里万一被偷了 我就一无所有了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随身带着 因为它小小的 也不占什么重量嘛 然后呢 这是一个cucci的小钱包 这个小钱包 已经是两三年前的款了吧 是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 在香港机场买的 一个眼睛嘴唇的小钱包 不过 就说实话 当我有了爱马仕 这一个小卡包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再用它了 不过呢 这回因为我想把 国内的一些要用的卡 身份证都带回家 所以 嗯 我就把国内的卡 专门放在了这个钱包里面 但是没有现金 因为我身上的那人民币 一分都没有 都是用微信和支付宝了 好 接下来 是一片 LAMARE的面膜 飞机上肯定要附一次面膜 不然真的会很干 这个面膜呢 是我在斯芙兰八折的时候买的 就 还不错吧 我觉得保湿上我还不错 正好我有在用它们配套的 精脆水和面霜嘛 所以就 顺便也买了这一个 再之后是一个 梳子 这个梳子 哎呀里面好脏 这个梳子呢 是一个我在日本买的 然后会按摩的这种梳子 其实它这个按摩 就也没有很舒服啦 当时就想说 要多梳梳头 掉头发掉的很厉害 所以我就会随身 一直带这样一个便携的小梳子 也很方便咯 再然后 喷雾 这是一个Tatcha的喷雾 不过我真的非常 不喜欢这个味道 我平时呢 也会把它带在身边 飞机里嘛 就更加干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 嗯 喷口出来的 液体 真的是非常的细腻 所以呢 嗯 使用感是挺好的 只是我真的很不喜欢 它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我真的形容不出来 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 可能我同事还问我 哇 这什么味道 好难闻呢 不过 这个Size就很适合 带上飞机 它只有40毫升 然后放在包里也比较方便 所以就会我就选择 带它上飞机 然后 护手霜 不用说了 我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之一 因为我真的就是 从头到脚都是大干皮 包括头发也是 嗯 就 一定要涂护手霜 润泉膏 口红 这个润泉膏呢 真的是我的年度 年度 年度最爱 而且是 我已经回购了三支的一个润泉膏 你看 这一支呢 也已经用到最后这一点了 这个润泉膏的牌子 是FARMACY 是FARMACY 是美国的一个牌子吧 就他们家的那个卸妆很有名啊 每次次次弗兰达折的时候 就一抢而空 我也买了真的超好用 然后 我就一起买了这个润泉膏 只要13刀一支 真的 哎呀好润啊 我之前 在用它之前呢 我的最爱是Tatcha的那个金箔的润泉膏 但那个要40多块吧 好像 要40多块 然后也很快就用完了 这一支的性价比真的高太多了 而且 不需要用手涂 它就是 传统的那种润泉膏的设计 我觉得很方便 我觉得我会一辈子回购下去 嗯 然后带了 两支口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我随手拿的 哦 这一支是 嗯 MAC的马拉克什 就是一个红棕色的颜色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出现过很多次的NARS的Gipsy 就非常日常的一个 嗯 比奶茶色红一点的一个颜色吧 但它真的很日常 就素颜啊 什么完全hold的住的一个 接下来呢 就是两支眼药水 这个眼药水是我日常 日常一直在用的 适合 戴隐形眼镜的时候 你就可以滴的 虽然我的美瞳真的很好用 不过 眼睛还是会干 所以我就会滴一下这一个 然后 不戴美瞳的时候呢 我不用的就是这一款 日本的FX 眼药水 嗯 很清凉 然后去红月丝的效果很好 所以这些年 我就一直就在用它 嗯 再之后 戴了两个 口服产品 就 一个呢 是酵素 嗯 我是习惯性的 就把它放在包里 也不是我为了上飞机而带的 这个东西就是吃大餐前 就来两粒 就消除一下内心的罪恶感 就因为认识我的人知道 我真的非常的爱吃东西 而且每天都 感觉天天都有在外食吧 嗯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用 因为我感觉 所有的酵素都差不多 它不会让我 有那种想去上厕所的感觉 但是我吃了这么多 控制体重的效果有那么一丢丢吧 虽然我还是有胖 不过 就是图一个心理安慰 所以我还是会把它吃完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DHC的瘦腿丸 我是很严重的水肿体质 我如果坐飞机的话 一定会种下了飞机 就是种到不能看了那样 而且我平时早上和晚上的腿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在每天睡前吃两粒 不过现在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了 嗯 因为懒 不过上飞机的我还是把它带了 就像回国的时候吃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护身符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的妈妈 从国内给我求来的 因为我今年是本命年 过得特别的不顺利 然后谢谢他们给我求了一个开过光的平安符 嗯 他给我之后我就一直带在身边 上飞机回国我也会一直带着的 好啦 这就是我所有的东西了 包包已经空了 嗯 应该没有什么要加的吧 哦 还有我的电脑 其实Pro还蛮重的 不过呢 我想在飞机上给大家剪片子 所以电脑一定会带 然后就是耳机 因为不能公放嘛 就会怕吵到大家 所以一定会带耳机的 好啦 这就是我全部的东西了 嗯 那应该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落下了吧 护照 护照一定要记得 出门之前一定要塞到包里 嗯 那就这样吧 希望我可以一路平安 然后顺利到家 嗯 给大家拍多几个国内的Vlog 毕竟国内真的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 拜拜